川普称伊斯兰国被打败美军即刻从叙利亚撤军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美国国防部今天证实了川普总统早些时候 要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撤军的推文 吴贾大楼表示 随着美国在叙利亚境内围剿IS的战役 开始进入下一阶段 以启动将美军撤离叙利亚的程序 总统早些时候在推文当中表示 我们已经击败了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 这是我在总统任期之内派美军到那里的唯一理由 伊斯兰国目前在叙利亚占领的领土 紧急其在2014年高峰期的1% 当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占领的领土面积 相当于整个俄亥俄州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随即发表声明表示 5年前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非常的强大 而且非常的危险 现在美国已经击败了在那个领土上的哈里发 法新社的报道说 美国这项令外界震惊的撤军行动 将会产生非比寻常的地缘政治影响 并让在美国支持下长期对抗伊斯兰国的库德族战士 面临未知的命运 面对媒体询问撤军规模时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全面撤离 全面意味着全部 目前叙利亚境内约有2000名美军士兵 大多从事训练和顾问的任务 支持当地的部队对抗伊斯兰国 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的声明表示说 联军已经解放了伊斯兰国所占领的地盘 不过围剿伊斯兰国的作战尚未最终结束 他表示 就在我们转向下一个阶段的战役的同时 我们已经启动让美军从叙利亚返国的程序 他还说 基于保护部队和行动安全的理由 我们不会提供进一步的详情 不论伊斯兰国在何地出没 我们会继续和伙伴盟友一起合作 击败伊斯兰国 路透社稍早的时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 美军预料会在60到100天之内完全的撤军 川普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表示 美军将很快的离开叙利亚 当时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说服川普总统让美军留在叙利亚 除了继续与伊斯兰国作战之外 还要关注伊朗支持的叙利亚军队 美国在2015年首度派兵到叙利亚 数十个美国特种部队 在叙利亚与库德族主导的地面部队合作 共同打击伊斯兰国 川普总统在2016年大选期间 曾表示说他如果当选 会迅速且果断地轰炸IS 有分析认为 当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基本被剿灭 再加上美国在叙利亚的行动耗资巨大 而川普认为美国没有从中获得足够多的好处 这是他急于撤军的主要原因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我始终会计计划